线法 鬼吹灯 第三步 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 第十八章 九区回环巢山岸 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 他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 我急忙跳上夯土和十条垒城的残墙 站在高处往西谷里望去 只见前面的地形逐渐变低 大概再往里走 就进入了独胀气之境 我对胖子和十六阳说 在向深处走 连昆虫都没有了 说明可能里面存在有毒物质 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 以便随时戴上 在继续前进之前 三人还分别吃了些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 这是按摩金效尉的秘方 由大金牙找专家配置的 管不管用 目前还不清楚 我取出人皮地图 在图中寻到献王墓残墙的标记 相互对照了一番 确认无误 照此看来 那阵灵谱上的铲口标记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 向前走了七八米 十二位杨剑有一段地面光秃秃的 在这腾罗密布的溪谷中 显得不同寻常 于是用弓兵铲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浅坑 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 原来这里像茂灵一样 为了避免虫椅对灵寝的破坏 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蛆虫密钥 这个方法在汉代帝王墓葬中非常普遍 最简单的是埋硫磺和水银 加上毒麻散 寻黄祭 蓝菩迪等相调和 由于有属性对冲 可以埋在土中 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 首位杨问我道 这里距离县王墓的主墓上缘 为什么在此就埋设断崇道 我想了想说 从外围的一些迹象看来 县王身通其数 最厉害的就是会改风水格局 这么大规模的王墓 不仅主墓的形式 礼器要有先学气象 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学演 这些辅佐主灵的学演和星位 如果改得好 对主墓的学位如猛虎天意 蛟龙入水一般 自古风水秘术中 最艰难的部分便是改格局 这需要对世间天地乾坤 山川河流 斗转星仪都有宏观的认识 许多七世道明的风水先生 也自称能改格局 其实他们只不过略懂一些知己而已 要改地脉 谈何容易 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 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 除非那些割据一方 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画字卷 便是尽数改风换水的手段 其中一 译者幻也 龙经有记载 龙脉改型幻世 转风变水 至少需要动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学演 第一个学演 画转生气为蝉护 第二个学演 两耳插天透云霄 第三个学演 鱼为龙须聚金水 第四个学演 高耸公卫护持 第五个学演 庄点天良名堂开 第六个学演 水口关蓝舍朝营 第七个学演 沙角一座左右盘 第八个学演 墓障重重穿龙过 第九个学演 九区回环巢山岸 改动了主脉附近的这九处学演腥味 可以保持风水 关锁禅户绵密 学位形式气脉 万年不破 这口诀看似古傲难懂 其实只要研究过 地经呼就会知道 其实只不过就是在特定的位置上 埋金鱼缸 种植高大树木 挖深井等等 难就难在位置的选择之上 这里直辈太厚 别的暂时看不出来 但是其中最后一个九区回环巢山岸 却十分明了 重古绵延曲折 起幽深之处 两侧山岗缭乱 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 显得主客不分 真假莫辩 有喧宾夺主之嫌 想必在水龙的龙云中 地形将会更低 坐下低小者如坐井观天 气象无尊严之意而多卑微之态 所以就要在这条龙脉的观所处 改建一个九区回环巢山岸的局 在山谷中每九个转弯的地方 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 来给这条水龙脉平添个事态 让脉络彰显 如果是山神庙一类的建筑 必多土木结构 而木头则是最怕虫肯已逝 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 所以我猜测这条断虫道 是用来保护那座山神庙的 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 山神庙中还会另有防虫的结构 十二位阳喜道 这么说 那阵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蝉除标记 应该是某处神旨了 看来你的风水学理论还真有大用 我对十二位阳说 鱼儿离不开水 瓜儿离不开秧 道斗寻龙离不开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胖子不屑一顾地说 瞧瞧 说他胖 他还就传上了 你要真有本事 不妨说说 献王老儿的地宫里 都有些什么布置 更有哪些陪葬的名气 我们不想耽搁时间 便寻着断虫道 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 斜次里向深处搜索险路 水龙脉的妙志 我边走边对胖子和十二位阳说 我说这山谷侧面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 这是肯定不会错的 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 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 只要掌握风水秘书 便不难看出个所以然来 至于献王墓的地宫是什么格局 不到了近处 我可说不出来 随便乱猜也没个准谱 不过古典国自从秦末开始 就闭关锁国 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 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 但是我估计王墓的构造 一定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 胖子问道 咱们上次去陕西 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过一些 秦始皇陵的事迹 说什么人有座蜡烛 万年不灭 可当真有此事 施罗雷阳说 不是人游 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 万年不灭 四门设服公弩 机箱灌输 有尽者者设置 我听了施罗雷阳的话 笑道 这是史迹上唬人的 长明灯这种装置 在很多贵族地势的墓中都有 不过这些事 在道斗摸金的眼中看来 是个笑话 且不论海鱼油脂作为燃料 得需要多少才能烧一万年 古墓的地宫一旦封闭 空气便停止流通 没了空气 长明灯再节能 它还燃个淡去 如果让空气流通 这古墓地宫不出百余年 便早已烂成一堆废墟了 秦汉时期的古墓及时保留下来 如果不是环境特殊 已经很难维持旧观了 现在还不知道 县王墓在这密林幽谷的深处 究竟能保存到什么程度 我们已经找到了参照物 虽然在丛林里植物繁多 但不久便发现了第二 第三道用防虫密钥铺设的断虫道 由于在这深谷之中 这风避雨 那虫药中又含有大量消黄 所以表面寸草不生 山谷到了这里 地势已经越来越开阔 呈现出喇叭状 前面已经有若隐若现的青烟薄雾 越往深处走 那白萌萌的雾气越显浓厚 放眼望去 前面谷中近北云雾笼罩 里面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的虫鸣鸟叫和风吹草动 我们虽然距离山丈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 胖子望料望前面 白萌萌一片的账物 对我和十二位阳说道 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备 不如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直接冲过这片白雾 岂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 费尽把力的找寻什么妙子 来得容易些 我对胖子说 你这人除了脑子里缺根弦之外 也没什么大的缺点 你知道这片山丈范围有多广 那白雾如此浓重 一旦走进去 即使不迷失方向 在能见度降低到极限的情况下 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 万一走到天黑还走不出去 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 那便进退两难了 说着话 我们已经来到山谷左侧的山脚下 这里已经偏离了蛇溪很远一段距离 却几乎是三道断崇墙的正中地带 走着走着 忽然身边的一片花颗类灌木一片抖动 我们都吃了一惊 谁也没去碰那片葱郁的花草 又无风吹 怎么植物自己动了起来 莫不是又碰到被虫蟒附着的怪树怪草 我和胖子都举起芝加哥打字机 拉动枪栓 就要对那片奇怪的植物扫射 收尔维扬举起右手 且慢 这是跳舞草 平时无精打采 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动物惊动 便会弄姿作态的 好像在跳舞 有文声而动伴舞的异能 对人没有伤害 那一大丛跳舞草 像是草轨般一阵抖动 渐渐分作两丛 其后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 那火红的葫芦 是用石头雕刻而成 一米多高 通体光滑 鲜红似火 如果它是两千年前便树立在此的 那么岁月的流逝 沧海都可能变为桑田 但这石头葫芦却如同刚刚完工 我们初见这只葫芦 心中俱是一领 它的颜色竟然鲜艳如丝 这可当真有些奇怪 待到剥开那从跳舞草 走到近前一看 方知原来是用红色褶石作为原料 褶石是天然生旧的火红颜色 最早时的红色染料便是加入褶石粉末制成 这只石头雕成的葫芦 表层上也被涂抹了一层蛆虫的材料 以至于杂草藤螺生长到这附近 也各自避开了它 这么多年来 它始终孤零零地摆放在这山谷毫不起眼的角落中 我不禁其道 为什么不是蝉雏的雕像 而是个葫芦 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行雨室 完全地释放出来 这里应该建座祭坛 或者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 才是道理 山谷的边缘 临循陡峭的山壁上 垂下来无数藤螺 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螺遮蔽子 胖子幸急 向前走了几步 用弓兵铲拨开 拦路的藤螺 回头对我们叫道 快过来这边瞧瞧 还真有癞蛤蟆 我和师父的杨文生上前 只见在无数条藤螺植物的遮盖下 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 有座供奉山神的神底 依山而建 但应该是建在背后 这道山峰的中轴线上 采用歇山式大木架结构 分为前后两斤 正前神殿的门面 被藤螺缠绕了无数遭 有些瓦木已经塌落 顶上的绿瓦和雕化的凉洞 虽然具意破败 但是由于这里是水龙脉的血岩 颇能藏风聚气 还算保留住了大体的框架 山壁上的那几层 断重到由于水土的变化 失去了作用 所以虽然神殿的木料 朽烂不堪 但仍然未倒 也算得上是奇迹了 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建筑 静静地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角落中 安然度过了无穷的岁月 这都要仰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工艺 以及古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环境 只是不知神殿门前摆放的那只红石葫芦 是做什么用的 可能和这山神有关 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 皆有司长的神灵 每座山每条河流都是如此 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 文化背景不同 神奇的面目也不尽相同 我们举目一望 剑难神殿虽然被层层腾罗遮盖 却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 这附近有不少鸟雀 都在殿楼上安了窝 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问题 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掌 于是我们摘掉防毒面具 拨开门前的腾罗 破损的大门一推击倒 我举步而入 只见正殿里面也已经长满了植物 这神殿的规模不大 神坛上的泥象已经倒了 是尊黑面神 面无表情 双目微壁 身体上也是泥塑的黑色袍芙 虽然被藤蔓拱得从神座上倒在墙角 却仍旧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 山神泥象的旁边分裂着两个泥塑山鬼 都是青面獠牙 像是叶叉一般 左边的捧个火红葫芦 右边的双手捧之蝉除 我看到这些 方才醒悟 是了 原来那蝉厨与葫芦 都是山神爷的东西 只不知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 做什么勾当 胖子说道 大概是用葫芦装酒 喝酒时吃癞蛤蟆 做下酒菜 打金牙那孙子不就是喜欢这口儿吗 不过他吃的是甜鸡腿 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七处 杂草丛生 真是一动人怀 不免想起了 当初我们和胖子 穷得卖手表的日子 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便对胖子与十二雷阳说道 山神本是庇佑一方的神奇 建了神殿 应该受用香火供奉 现在却似这般荒废景象 真是兴衰有数 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时候 更别说平民百姓了 果然是阴阳一礼 成败皆然 十二雷阳对我说 你说这许多说辞 莫非是又想打什么鬼主意 难不成你还想祭拜一番 我摇头道 祭拜倒也免了 咱们不妨动手 把这道调的泥象推回原位 给山神老爷敬上支美国香烟 让他保佑咱们此行顺利 别出了什么闪失 日后能有寸进 再来重塑金身 添加香火 胖子在旁说道 我看信什么求什么 根本就没半点用 老子就是不信天不信地 只信自己的胳膊腿儿 这山神孙子要是真有灵验 怎么连自己都保不住 依我看就让这孙子躺着最好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 站着不如躺着吗 走走到后边瞧瞧去 我见没人肯帮手 只好罢休 跟着十二雷阳和胖子进到后殿 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 重谷左侧的山峰内部 比前殿更加窄小 中间是道翠石平 上面有山神爷的会像 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 只不过比较模糊 看不清楚相貌 两边没有山鬼陪衬 这块石平好像并非人工客绘 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 转过翠石平 在神殿最尽头 横向排开了九支 巨大蝉橱的石像 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 果然映了九曲回环之术 这种机关在懂一龙经的人 眼中一目了然 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 只知晓一经八卦 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 来做应对 那样一辈子也找不到暗道 我再仔细一看 发现九支石蝉橱的大口 有张有合 蝉头朝向也各不相同 这些石蝉橱的嘴都可以活动 也有石槽可以向四方转动身体 加上蝉口的开合 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排列 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 而且这些石头机关 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 如果随便乱动 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 机括将会彻底卡死 于是我让胖子帮忙 按九曲回环之术 从左至右 先将蝉口分别开合 再以十六字阴阳 风水秘术中顿自卷 配合一龙经中的换算口诀 把石头铲除一直指的暗相应方位排列 做完这些事之后 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 暗说这九曲回环 朝山暗应该是错不了的 为何没见有暗门开启 说了阳头脑 转得较快 让我们到神殿外去看看 我们急忙又掉头来到外边寻找 最终找到山神殿外 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什么时候 列位了两半 下面露出一道石门 这石门被修成了 缠除大嘴的形状 又扁又矮 也是以火红的褶石制成 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文式 左右分别有两个大铜环 可以向上提拉 原来这道机关设计惊奇 纵然有人知道 那九支禅厨是开启石门的机关 只要不懂破解之法 就算乱敲乱炸 也找不到射在外边的入口 十二位阳问道 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 怎么像是禅嘴 不知里面有什么名堂 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 我对十二位阳说 这灵谱上的标记没错 这应该是条地下通道 而且一定可以通到 李水龙云最近的那个血眼星位 去明楼祭祀 似乎只有从这里经过才能抵达 至于为什么用蝉杵作为标记 我也猜想不透 蝉杵在中国古代 有很多象征意义 有种年画 就画的是个胖小孩 拿着鱼竿 钓个金钱 和一只三脚蝉杵戏耍 叫做刘海儿戏金蝉 俗话说三条腿儿的蛤蟆南巡 就是从这个典故隐身出来的 但是也有些地方的传统风俗中 特意突出蝉杵身上的毒性 不过现在咱们对面的这两只蝉杵石像 既不是三条腿的 身上也没有油状赖鸽的 可能只是这山神爷的玩物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 说道大不了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 有这种枪还怕他不成 就是癞蛤蟆祖宗来了 也给能他打成蜂窝 自从有了美式冲锋枪 我们就像是多了座大靠山 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 县王墓布置得十分严密 这石门虽然隐蔽已急 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 咱们下去之后兵来降挡 水来屠掩 倒也不用惧怕 说吧三人一起动手 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 用力提升 随着砰的一升石门开启 显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 我用信号枪对准深处 打了一发照明弹 划破了地下的黑暗 惨白的光芒照在洞穴深处 我们看见那里边 有无数巨大的白骨和象牙 是条规模庞大的殉葬沟